韩国上诉庭推翻了四月号船难的原判 船长李准熙改判谋杀罪名成立 刑期加重 从坐牢36年改为武器徒刑 离难者家属也对盛汉船员获得减刑深表不满 韩国地方法庭去年11月以疏忽罪名成立 判处李准熙长达36年的监禁 不过上诉庭今天在二审后推翻原判 改判被告谋杀罪诚 但没有判处李准熙死刑 新判决引发死者家属不满 船难死者家属代表说 船长应该被判处死刑 判他无期独行 就是让他能在年老时安详离去 他表示家属计划向韩国大法院提出上诉 其他14名早前被判坐牢5到30年的船员 上诉庭将他们的刑期减至18个月到12年不等 这起在去年4月16号发生的四月号沉船事故 导致超过300人死亡或失踪 其中大多数是学生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推荐